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高中化学科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是108年的学测单选第15题 主讲中轮高中高冠周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下流关元素与周期表的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询问了两个水分子 这看起来是有同位素的关系 所含的中子数它的总和相同 B选项讲到了纳米铝这三种金属元素之中 铝的原子半径最大 再看C 室温时7A足的元素皆是气体 主选项询问周期表左下方的元素较不易失去电子 那E选项问到了这是皮这个金属 那它是否为类金属的元素 那A选项问到了中子数 明显在测询同学是否熟知 原子结构它原子的粒子之间的关系 B选项问到了原子半径 那在测询同学是否熟悉周期表 左右跟上下它原子半径的关系 本题问到了是左右 再看C 它问到了这就是鲁素 那它的一些元素 它一些状态 那逐根一选项就问到它整个周期表的趋势 左下角那是否不易失去电子 以及个别元素是否为类金属 那什么叫类金属呢 那就是介在金属跟非金属之间 那本题的难易度 属于中度偏容易的提醒 测询的目标有两个 第一个在测询同学是否熟悉原子的组成 以及测询同学是否对于周期表分类 以及它的规律性有所了解 了解这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题的解答 A选项 题目问到了中子数 所以各同位数 它的中子数 我们列表来做表示 我们从题目看到了轻 它的质量数有1跟2 所以轻1跟2质量数 那原子序是1 那所以它的中子数呢 就是左上减左下原子序 分别是0跟1颗 再来养有16跟17 那养的原子序呢是8 所以16扣掉8就是8 那17扣掉8就是9 所以各元素它的中子数 我们列表出来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两种不同的水分子 所含的中子数呢 都是9颗 左边就是 轻是0 那O17是9 右半部的这个水分子呢 那它轻左半边这是0 中间这个养16呢是8 那0加8再加1颗 所以是都是9颗 所以A选项看起来是相同的 再看B 那每铝这三种金属原式之中 铝的原子半径最大 那这属于左右关系是属于同周期 A族元素就是所谓的典型元素 它的原子半径应该随着原子序的增大而缩小 越往右边半径越小 那所以它的半径应该是 那大于铝大于铝 那我们也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越往右边那就代表它的直指数 跟它的电子速度越多 可能造成的引力变大 因此使得半径减小 所以B选项看起来是不对的 接下来C询问到 切足元素皆是气体 那在试问的时候呢 鲁素元素 那浮跟绿应该是气体 锈水 所以它是液体 点2那都是固体 因为它的原子量比较大 所以看起来C选项也是不对的 接下来看到猪 周期表左下方的元素 较不易失去电子 那我们要知道 在周期表左下方 那为较容易失去电子的金属 也就是周期表的趋势呢 越往左下角越偏金属 那越往右边跟上面呢 右上角 那就是偏非金属 所以既然是金属 应该容易失去电子带正电 猪犬项看起来也是不对的 最后看到1 皮为类金属元素 那我们都看到部首是金部了 它是金属元素 那类金属元素呢 借在金属跟非金属的交界 所以有彭 锡 褶 蜃 T D 铺 2 总共有这8种 那同学不用特别去记 就记得是金属跟非金属的交界处 好 那这既然已经是金部了 所以它是金属 那么这题解说完毕 如果同学对于选项部分有问题 建议可以回去反复聆听 本题的答案就是A选项 谢谢大家 这个解释了 第一个解释 颜值